引领健康产品新潮流 那今天这个主题 我大概会分做三个部分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凯莉的了不起 那在全球疫情肆虐的今天 其实有很多人的思维模式 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变 那更加的开始关注健康产品 但是呢 如何选购真正有效的产品 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也成为了大多数人 最重视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现在市场上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那每一家公司都会说 自己的产品是最棒的 所以哪一些产品是真正花钱少 效果非常好的产品呢 今天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并把一些这个 就是如何选购真正优质的产品的 小方法呢 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众多的品牌如何选择 首先呢 我们关注的是产品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产品的本身 这里跟所有的这个凯利的伙伴们 分享五看 帮您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一看标识 我们今天用凯利的王牌 NMN来举例子 那市场上呢 现在就有很多以NMN命名的产品 比如说我们看见它的瓶身上就会显示 NMN9000 NMN9600 NMN1万等等等等这样的数字 那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呢 这些数字代表每一瓶产品中 NMN的含量 但是市场上呢 其实还有很多 NMN它竟然只是一个商标 它的产品配料表中呢 根本就没有NMN原料的一个成分 所以在这种产品 我们遇到这种产品的时候 即便它的瓶身上写NMN15万 150万 其实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所以大家在选购NMN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标识 分清楚它是真正含有NMN 还是说只是叫NMN很重要 并且呢NMN的原料在全球市场上 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那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清楚 它到底是豪克还是微克 这样他们这样的剂量呢 相差了一千倍 所以各位家人在擦量 就是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擦量自己的眼睛 认清楚这个成分表中 到底有用多少NMN的这个成分 第二呢 我们就要来看原料 那原料其实分为三个 这个小细节 可以核实这个原料 是不是安全 第一个 我们在选购的每一款产品当中呢 就一定要去考察 它是否有美国FDA 颁发的这个GRAS证书 它这个证书呢 其实是一个原料 安全性的一个认证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看 这个产品的纯度 到底是达到了多少 因为现在 以我们凯瑞瑞的产品来讲的话 凯瑞瑞的NMN纯度呢 它高达了99.92% 几乎接近了100% 是目前市场上 纯度最高的NMN 那是属于特级品的 而且我们的纯度认证呢 是有国际上这种权威的实验室 然后第三方实验室 给出来的一个认证 所以大家要认准纯度 因为纯度相差的比较大的话呢 那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效果 第三呢 就是原料的工艺生产 是否是安全的 那其实NMN原料 目前呢 有基本上就是有三种的 生产工艺的手法 那第一种呢 就是化学合成法 第一种的化学合成法呢 它的这个价格比较低廉 但是它这样 用化学合成法生产出来的这种产品呢 不太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所以我们不用这种生产方式 生产出来的产品呢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完美的效果的 第二种就是单纯的发酵法 那其实发酵法的这个缺点呢 是它的这个生产成本非常高 日本有一个品牌呢 非常有名 那它用的就是发酵法 但是它的每一款NMN 一瓶60粒装的NMN 要卖到市场价要卖到 就是人民币两万三以上一瓶 这种产品呢 一般的人是服用不起的 然后所以它的这种应用啊 也是非常的 就是应用范围也非常的小 那第三种就是煤催化法 其实煤催化法的这种生产工艺 是最为安全的 也就是我们Kalory的NMN的 这种生产工艺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煤催化法 所以呢这种是人可以吸收最高 然后呢这个我们 像就是选购它的时候 买它的时候 这个价格是最实惠的 这个普通人都可以吃得起 这也是我们Kalory的一个 一大特色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来看证书 因为每一份证书的背后 其实都是一份安全的承诺 凯利公司呢拥有了全球 十六项的一个权威认证 这里我也给大家罗列了一下 因为证书其实很多的品牌 都会有自己拥有的不同的证书 但是很多公司 它只是拥有全球的 比如说三项四项五项这样的认证 凯利公司呢是目前拥有 保健品市场里 品牌里拥有证书最多 最全的一个品牌 那这些证书里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美国医生指南 然后包括清真认证 然后包括有机认证 包括反兴奋剂 无添加的这种认证等等等等 第四呢我们就是要这个看工厂 那其实哈美国的很多保健品 是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厂和研发团队的 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熟知的牌子呢 全部是外包研发 代加工生产 那品牌方呢只是负责推广和运营 而凯利的母公司四亿公司呢 在全美综合实力是排名前五的 那四亿公司掌控着全球70%的 NMN的原料以及供应和加工 四亿公司在洛杉矶拥有自己 七万多英尺的厂房 以及七万多英尺的办公楼和仓库 拥有整套自己的供应链 从原材料到生产研发到成品销售 全程是由FBA监管的 所以我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一下 它的工厂到底是代加工的 还是说自己有这个 自己整套的生产供应链的 第五呢其实就是看配方 一款有效的配方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至关重要哈 不论我们服用的保健品 还是护肤品 那成分的好坏呢 直接就决定了效果 每一种成分所能达到的效果 其实都是有限的 如果一款产品当中的配方 比较合理的话 那它复配的这个产生的效果 就会层层的叠加 这也就是这个我们CALORY NMN SOD加NMN产品的珍贵之处 因为它是全球唯一一款 富含SOD的NMN 它每一粒产品中都富含 120毫克的NMN和1200单位的SOD 全球唯一一款富方型的NMN 所以它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超过了市场上所有的同类产品 因为市场上现在几乎 就是我们能看得到的 销售的NMN的产品 几乎都是单方的 所以它这个富方的这个效果 一定是要比单方的强非常非常的多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选购一个产品 或者是我们在了解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 要就是关注哪一些问题 然后才能去选到真正有效的产品 那其实一个好的产品的背后 一定是一家公司的支持 那公司的实力是否强大 也非常非常的至关重要 接下来我就来带大家了解第二个 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看一看Kellery公司的实力 那Kellery呢 是一家美国生物科技网络营销公司 它做的就是品牌的供应链 Kellery美商凯利的母公司四亿公司 是全美综合实力排名前五的保健品生产厂家 在美国洛杉矶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呢 它拥有自己的工厂 它的工厂有大概七万多英尺一个厂房 并且它还拥有一栋七万多英尺的仓库 以及行政办公大楼 那它强大的这种研发团队 跟严格的生产的管理流程 它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原料提供到成品加工 全部是有FDA监管的 所以呢 这个它生产出来的产品 我们服用是非常的放心 在过去的十七年当中 四亿公司一直在为全球各大抗衰老企业 比如说GNC CVS COSCA 还有什么李嘉诚 威瓦等等 这些著名的抗衰老企业提供研发配方 以及代加工生产 2017年的时候呢 李嘉诚先生啊 投资了2400万美金 买断了NR技术的专利 NR技术呢 它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是NMN的前身 那它也可以称之为是第一代的NMN 它是一个比NMN就是更早期一些的一个技术 并且万里挑一的选中 委托了凯利姆公司四亿公司 来为它研发和生产TRU这个系列的产品 那TRU这个产品呢 在香港的屈臣市线下上百家店 连续销售了很多年 现在因为疫情 大家可能去不了 但是以后大家去香港的屈臣市的时候 可以关注一下 TRU仍然在这个香港的屈臣市里有销售 所以呢 作为李嘉诚先生选中的代工工厂 它的实力背景是毋庸置疑的 那Kerry美商凯利的公司 刚才我们介绍了 拥有全球16项之多的一个国际认证 成为抗衰老保健品企业中 同时拥有这个认证资质最多最全的公司 那这样我们就选择这个这家公司生产的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服用起来分享起来也会非常非常的安心 踏实放心啊 那一个好的公司一定离不开优秀的创始人 今天呢我就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凯利公司的两位创始人 第一位呢是林博士 他是四亿公司的一个创始人 那林博士呢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 化学系天然高分子化学工程专业的一位博士 他在膳食营养补充剂的行业中已经从业了将近20年的时间 那目前呢他担任的是四亿公司的CEO 那四亿公司的自主品牌也有很多 像刚才这个小视频里也介绍有COS有等等的呢 就是美国很知名的一些品牌 而且四亿公司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 也在全球的这种连锁加盟的大品牌渠道中销售 第二位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创始人兼总裁Steve 他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啊 是生物环境工程的一个专家 他在这个膳食营养补充剂当中呢 也这个有着将近20年的一个这个就是行业内的专家 20年的经验啊 一直在潜心研究解锁细胞这方面的这个领域 那他与四亿公司的林博士呢已经合作了17年 那并且呢他们一起创建了美商凯利 其实刚才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面对一家新的公司 以及面对一家这个这个新的平台 我们除了要了解产品 要了解公司的实力 然后要了解这个创始人对不对 我们还需要有核实以下的信息 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创始人以及他的科研团队是否是业内的专家 这一点为什么我说是最重要的呢 要简单的跟大家小小的分析一下 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品牌当中 那一家公司的创始人有可能 有很多公司的创始人 他并不是一个行业内的专家 也就是说这他开创这家公司 但他自己并不是比如说生物科技领域内的专家 或者说膳食营养补充剂领域内的专家 那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人 那为什么说创始人是不是业内专家非常重要呢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Kalory的两位创始人 他们是领航业内的专家 他们在膳食营养补充剂中呢 已经有过将近20年的经验 并且他们专注于这个膳食营养补充剂的一个开发 以及在生物科技领域当中的一个 就是这种开发 所以呢 当一个这个行业内的专家 当一个行业内的专家 他的关注点会跟一个普通的商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是专家们 他们更关注的就是产品 更关注的是产品 产品的这个更新换代升级 然后以及行业内的很多最新的科技 这是专家们所关注的 但是如果创始人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人的话 当公司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那他其实本身自身因为对行业内的一些最新的科技啊 最新的这个不太了解 他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在商业价值 是在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我们考察一家公司能不能走的长久 走的这个持续 走的世界唯一世界权威的话 一定要考察这个创始人是否是行业内的专家 这真的很重要啊 那包括还有很多以下的信息 就是大家一定要在考察公司的时候呢 要多去了解 多去做对比 那工厂在哪里 是什么样级别的工厂 包括工厂啊 公司啊是否可以就是实地考察参观 那产品以及工厂到底获得了哪些认证 是否可以向消费者展示这些认证 比如说像Telry 去过公司的人都知道 一进门那整面墙上挂着的就全部都是 这个公司获得的这种国际的权威性的认证 都是可以向消费者展示的 包括我们的公司啊 工厂都是可以参观的 所以呢 还有就是说像一些这个别的平台里会说说 我们也有纯度认证啊 那是否请他可以出去展示 因为这些在Telry的平台上呢 在公司里呢 都是可以这个无条件的 向各位消费者考察者去展示的 所以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些信息 因为这些信息直接代表着这家公司的 这个权威性真实性 所以呢 包括专利证书等等等等 这些信息都是大家要考察一个公司的一个标准 那当然公司能提供这些信息给大家呢 也代表了这家公司可信可靠有实力 那刚才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去选购 从众多的品牌中选购一个优质的 真正优质有效果的产品 以及如何去了解一家有实力的公司 那现在呢 就是有了好的产品 有了有实力的公司 我们一定还要选择一个优秀的平台 因为优秀的平台太重要了 它直接会影响到这个我们未来与公司之间 能否走的长远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 有很多很多的保健品 网络行销平台源源不断的诞生 那曾经呢 这些平台有的非常非常的 发展的非常辉煌 那已经独占凹头 也有的已经悄然离场 所以现在就是说 在这么多的保健品平台 保健品公司 这种存在的情况下 大情况下呢 那美商凯利作为一个2021年 才开始正式开放内测的一个新公司 它是如何在短期时间内 脱颖而出闪亮登场 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析的一个重点 就是一个全新的公司 是如何在众多老牌公司 或者是已经发展了很多的 这个很长时间的这种公司下脱颖而出的 那凯利公司呢 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亮点 那凯利的平台呢 有一个有五大要素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度了解 以及这个关注的 因为这五大要素呢 就是凯利平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 闪亮登场 然后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因素 第一就是公司的远大格局 以实力 其实要考察一家公司呢 只要了解它的发展历史 以及现有实力 还有未来规划 就可以很好的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 那简单的来说 它的发展历史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这家公司 过去的几年 甚至十几年里头 它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我们凯利公司 它在过去的17年里头 两位创始人 一直是专注于研发 这个膳食营养补充剂 对吧 所以呢 它的这种发展历史呢 其实是有根据可查的 那有一些平台呢 可能就会说 它并不是说 在过去 一直是做膳食营养补充剂的 它可能觉得 今年或者是这几年 这个风头是大健康的产品 它突然转换成 做大健康的产品 所以这就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因为经验这种东西 是不可复制的 那现有的实力 刚才已经介绍了 我们凯利公司 在美国洛杉矶 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拥有两栋七万多英尺的 这个厂房 以及行政大楼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其实在美国 大家了解过的人 就会知道 在美国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品牌 或者是公司 它会把这种厂房 建立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比如说达拉斯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 就是稍微的这个地价 没有那么昂贵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凯利公司 却把这么庞大的厂房 选择建在了洛杉矶市中心 所以这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跟代表哈 那不是说 每一家公司都有这种实力的 那未来的规划 也很好的 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因为我们的创始人 是行业内的专家 行业内的精英 并且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 那我们相信 选择这样的公司 选择跟随这样的创始人 那选择服用这家公司的产品 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经验 带领这家公司 走得更长远 然后走得更 就是更辉煌哈 那一家有担当 有责任的公司呢 永远会把消费者的 这个感受放在第一位 也永远会把加盟商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绝对不会出现 为了获取更大的公司的利益 然后呢 铤而走险 去做一些把擦边球 触犯法律 或者说是这个 就是不安全的这种行为 因为一旦这种行为 这个被揭露 或者说是被曝光 那就会直接对跟随他的这些加盟商 以及这些忠实的消费者 造成精神跟经济上的巨大的损失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也是刚才跟我上面分享的一点 就是说创始人到底是单纯的商人 还是业内的专家有直接关系 因为只有专家才会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研发产品上 他宁可说 我把最大的利益化让给消费者 让给加盟商 我要做的只是研发好我的产品 让我的产品成为世界第一 世界领先全球独家 那但是单纯的商人在这个单纯的商人 他的这个聚焦点 可能就是在公司如何获得更大的利益 当公司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时候 那可能他就会希望说 公司如何能快速的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样往往呢 他就忽略了产品 忽略了一个这个经销商跟加盟商的感受 所以公司要有远大的格局跟实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呢 就是独一无二的权威性的产品 那现在呢 是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谁手里拥有独一无二的产品 谁才能在这个时代呢 去站门脚跟 对吧 我们一定要拥有一个 就是独一无二的产品 那你的话语权才会更重 你的这个市场份额才可以争取到更大 那这也是Kalerie这个几个产品的珍贵之处 那其中他的SOD加NM这种王牌产品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是全球唯一的一款 双效的复合型的一款 富含SOD的NM 这就是全球唯一 这就是王牌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是别的公司无法轻易超越的 并且我们Kalerie在前几天 刚刚推出了氢气片 这个氢气片目前也是 也可以称之为全球唯一 因人这个国内人 这个非常尊敬的这个钟南山教授 都在众多的采访中 视频访谈中去讲到 清水对于人的这个作用 是有多重要 清水对于人的作用有多重要 所以Kalerie的产品呢 每一款几乎都是 就是独一无二 权威性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的创始人 是真正把精力 把聚焦点关注在了产品上 而不是说 我如何快速的这个多赚钱 这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可以让我们的公司走得更加稳定 更加长远的一个一个基石一个保证 那第三个呢 就是考察这个平台的五大要素的第三点 也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商业机会 那现今我们的这个市场上赚钱的平台 号称赚钱的平台有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哪一个是封口 那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哈 接下来我帮大家分析一下 哪一个是封口 因为站对了封口 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那投资呢 其实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 任何一个项目的成功 它都不是靠运气 凯利公司呢 王就是恰恰就是占据了 这三大要素成为了目前全球全世界最棒的机会哈 这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到底怎么来讲 天时现在全球疫情持续爆发 各国各地就是反反复复 这个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仍然全世界各国各地都在反反复复的不断爆发 人民的这种保健意识 他对保健品 对这些细胞修复 提高自身免疫力的产品的这种概念思想 大大的被提高了 这就不像以前啊 他就可能会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保健品嘛 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天时是因为疫情 是给大家上了一趟一堂最好的课 让大家意识到就是说 什么都不如自身的免疫力重要 那其实我经常私底下也跟朋友去开玩笑的去讲哈 就是我说老天爷今年是赐给我们大健康这一碗饭吃 因为这个疫情我们改变不了疫情 我们阻止不了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自身免疫力来保护自己 所以呢老天爷今年赐给我们大健康这碗饭吃 那我们不选择分享大健康 不选择分享大健康的商机 那我们选择什么呢 今年大健康提高免疫力 对吧 就是封口 那如果你还要去选择别的封口的话 可能这个封口是没有封哈 所以只有大健康的封口 今年才是这个最正确的选择 并且不光要选择大健康 还要选择全球独一无二的全球具有权威性的产品 才是真正的封口 地利 其实地利很好理解哈 凯利公司呢 开盘仅仅几个月就做到了全球19个国家的一个联动 中国会员呢 5到7个工作室就可以收到这个产品 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大家可能过去在其他的平台也有了解过 很多公司花了几年的时间 才做到全球联动多少个国家 那很多的公司可能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也未必能做到国内5到7个工作日 就可以收获这种就是这种时效性啊 所以这是一个地利 就是这代表了凯利公司的实力 因为这个这个全球联动以及短期内收获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因为这个跨境变商它的手续很繁琐 那很多的这个手续是需要时间的 那当然实力不到位的呢 它的时间时效性就不会有这么的快速短短期哈 所以这代表了凯利公司非常强大的一个实力 第三个就是人和 那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疫情的这种状态下哈 很多传统企业受到了重创 包括很多这种跨境变商网络平台 其实也多多少少的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影响 那什么叫人和呢 就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很多的这个传统企业以及跨境变商的平台的创业者 或者是领导者 他们的事业受到了平静期 或者是受到了因疫情影响的重创的时候呢 那凯利的这个商机给了他们新的机会 因为天时因为地利 所以这些优秀的领导人重新选择跑道 重新汇聚到凯利的这个商机来 然后呢整装重新出发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 因为人才哪里都希望留住人才 那真正优秀的人高能量的人 其实我们选择跟着优秀的人 跟着高能量的人去选择一个风口 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简单而可行的事 所以这个呢就是分享的 就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商业机会 一定要选对风口 赚钱才会像呼吸一样简单 第四个呢就是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 因为凯利公司作为一个跨境变商来讲 他为加盟商提供了七种这个奖励计划 这七种奖励计划呢 其中包括零售奖励 推荐奖励 分享奖励 积分奖励 管理奖励 全球分红 那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凯利的平台拥有独一无二的消费者福利奖 那这个也是史无前例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什么叫消费者福利奖 在曾经的美国的众多平台中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奖励 那很多的平台 它是把重心放给了就是推广者分享者 那单纯的消费者能得到什么呢 能得到积分 能得到活动时候的一些优惠 但是仅此而已 但是一个好的产品 其实消费者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 因为任何一个好的产品 一个公司的长久的发展跟这个支撑 主要的来自于消费者 对不对 大家认可吗 就是消费者是真正支撑一个产品 一个公司的这个主力核心队员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人人都是优秀的分享者 那但是人人都可以做忠实的消费者 对吗 那在凯利这个平台里 凯利公司非常大爱的 就是史无前例的开创了消费者福利奖 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这点完充分的体现了凯利公司 把消费者的感受放在了第一位 让每一个这个他忠实的粉丝 忠实的消费者 心里会更加的舒服 然后这个服务产品 会更加的这个热爱这个产品 因为在别的平台里 单纯的消费者可能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所以这一点体现了凯利公司 把消费者放在第一位 把加盟商放在第一位 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奖励制度 而且消费者的数量是庞大的 凯利公司 敢拿出消费者福利奖 代表了他这家公司的实力 非常非常的强大 这不是一般的公司敢承诺 敢兑现的 对吗 所以这个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 其实也是一个优秀的平台的必备要素之一 因为产品再好 公司再有实力 但是公司不愿意把优秀的奖励制度 拿出来分享给消费者跟这个推广者的时候 那对于这个广大的消费者跟分享者 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 所以我们不光要选择好的产品 要选择有实力的平台 要选择有实力的公司 一定要选择正确的平台 敢于拿出这个福利给大家的平台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第五个 也就是说优秀的平台里头的第五大要素 就是团队 经常以前呢 就是可能大家有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如果你没有会跟 那你选择会跟也可以 跟对一个团队 跟对一个就是领导人 跟对一家公司 跟对一个创始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为什么短 凯莉呢 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头 然后一下子就脱颖而出 一下子就平台爆棚 然后人气爆棚 是因为我们拥有一只能量爆棚的一个精英团队 那今天也是很荣幸的给大家介绍两位 我身边的双钻石总裁 第一位呢 是托尼徐 双钻石总裁 那著名的汽车轮胎连锁超市的创始人 那深圳市优秀青年企业家的代表 美国洛杉矶华人总商会的副会长 那他在过去的加入凯莉之前呢 他是在全球网络营销top100排名前十的公司里担任 钻石总裁哈 年薪百万美金的钻石领导人 2021年3月的时候呢 他正式加盟了美商凯莉 三周就晋升了凯莉平台的钻石领导人 八周的时间呢 晋升了凯莉平台的双钻石领导人 那他的个人格言就是把帮助团队成长和成功放在第一位 帮助更多人获得财富和健康哈 这位是托尼徐双钻石总裁 那下一位呢 我要隆重的介绍就是 加拿大的Grease无双钻石总裁 那大家经常听众的伙伴们 一定对这两位总裁是不陌生的哈 Grease无双钻石总裁在加盟凯莉之前呢 也是全球网络营销top100排名前十公司的钻石总裁哈 年薪在百万美金以上的钻石领导人 2021年的时候呢 3月正式加盟了美商凯莉的平台 然后他创造了业内的一个神话 7天推荐了200多位的这个伙伴加盟 然后4周呢晋升了凯莉钻石领袖 也是8周的时间就晋升了凯莉双钻石领袖 他加盟凯莉的初衷非常的简单 是拯救团队 他经营凯莉的原则 就是利他的原则 他帮助凯莉伙伴的动力呢 就是成人打击 因为这两位双钻石总裁哈 在前一个平台呢 也都是钻石总裁 那他们自己呢 都拥有非常大的团队 那当团队的伙伴们受到了 比如说一些平静啊 或者是创业的时候 一些这个障碍的时候呢 两位双钻石总裁第一时间的想到的就是如何拯救自己的团队 拯救团队中相信他们的伙伴 所以跟对人非常的重要 只有有就是有担当的领导人 有责任心的领导人 才会去关注我下面的团队伙伴 到底是不是跟我一样能赚到钱 能在这个平台中发挥自己 施展自己 那就是没有担当的领导人 可能就只会说 哎呀不要走不要走 这个留下来什么的 我就一起坚持坚持坚持 只会说坚持 但是如何去坚持 大家当大家的事业受到这个挫折 受到阻碍的时候 这个大家每个月的收入被归零的时候 如何去坚持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在选择了跨境电商 或者是选择了一个新平台的时候 他很多人是放弃了之前的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事业 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这个新的平台 那当新的平台发展辉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选择点一个赞 那但是当很多平台 他就是受到了一些平静 受到一些影响的时候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信心 所有的东西都受到阻碍的时候 如何坚持 坚持两个字说的非常的简单轻松 但是要落实到实际的生活行动当中去 是非常的艰难的 所以真正只有 就是有责任心 有担当 有这种大爱的领导人 真正有大爱的领导人 他不会空口的去告诉你 大家坚持 而是会带所有的伙伴们 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他自己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为深厚的伙伴们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让大家就是在第一时间内 得到一个更好的一条路 走向一个更好的一条路 那今天我总结一下 就是我跟大家所分享的 那我们都是因为热爱生命 热爱健康 然后热爱生活 才会从五湖四海 然后汇聚在一起 我们的团队中呢 拥有各行各业 非常出色的人才 比如说医生 比如说科学家 比如说律师 比如说企业者 我们都非常就是拥有一些高能量的人群 那还是刚才那句话 如果你自己没有会跟 你不敢一个人去判断这个事业 这个产品 这个平台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分享的 那请你看一看 这个团队中其他人是什么样的身份 那请你就可以选择 我没有会跟 如果我会跟也可以 跟对一个高能量的这个团队 跟对一个有实力的公司 跟对一个全球唯一性的权威性的一个产品 然后并且跟对身边这些 就是高能量的这些伙伴 那一定选择不会错误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你一定会变得更加的优秀 我今天的分享非常的简短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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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